媒體先生、記者、小姐 大家好 今天是台北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局專案小組 繼續追查一到零案的贓款 那我們在今天早上9點30分 借提了當卓司嫌犯 依照他的公訴 還有我們錄影監視系統的比率 我們從他在12日的晚上9點半 從民生動物的日志套房出來坐計程車 然後到成都路 接著在當天晚上11點半到達港華街 他在路路一段410系項的下車 他下車了以後 他手上提了一個我們剛剛看到的黑色的大背包 還有斜背的一個電腦包包 隨身的包包小小的 走到西浦公園停車場對面 然後步行過馬路 就在我們這個圖 在我們這個圖的地方 過馬路 過馬路 過馬路了以後 他就直接上山 那原來這個地方 我們說山說了好幾次 但是我 他給我們的資料是 總共是 被盜領了82327萬 那目前我們 中山分局追毀了6024萬 那新一分局這邊追毀了1263萬 那差額是1040萬 那因為在這一次的這個盜領案裡面 我們總共發現有16個嫌犯 加上一個關係的 那這16個總共17個人在台灣的花費 或者是說他們可以合法 攜帶租金的錢 那加起來多少錢當然我們不曉得 但是應該為數還不少 那另外如果說還有繼續有插合的話 我們專案小組會繼續來追查